以921正在为背景故事 原文发中心与台中市圆明会合作 联手台中杰出团队泰雅圆舞工方 共同推出会呼吸的圆 同心歌舞剧 舞剧从台中市五大区域 山 海 屯 都 圆乡等角度呈现 族人经历寻找自我认同过程 最终回归生命之源 描绘都市原住民族的生命故事 这个主要是叙述我们台中 也就是我们中台湾的族人 在921的震灾之后 那么一个奋斗跟寻求自我认同的 一个生命的历程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 让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族群的故事 能够透过乐舞的呈现 能够好好的传承记录 而且可以分享给各界的朋友 这场演出表达台中都会原住民 在困境中奋斗 坚守文化根基 透过音乐与舞蹈传递生命的韧性与延续 在首场公开演出特别邀请台中市 三百多位原住民族人共同欣赏 为演出增添生命力和共鸣 结局原住民从原乡移居到都市以后 可能在工作就学就业 以及生活发展上面一些所面临的课题 还有一些生活文化的转变 那成为这个曲目它故事的基底 那我们也很开心 台湾的原住民族其实传统的部分 本来就有很多故事 那文化因为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在都会特别是在都会区的原住民 他们也有传承原民文化的一些使命跟任务 但他们也有追求自己生活发展的一些动力跟愿景 那可以可以跟文化园区一起合作 我们觉得很开心 原文发中心表示 会呼吸的原带领观众 深入都市原住民的生命故事 未来中心将持续推动乐舞展演 期许透过更多舞台呈现 让原住民族文化在国内外震放光彩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